盘点那些有点技术的猫咪 来看看哪个最牛 第一个梨花猫 梨花猫为了减肥 做起了仰卧起座 这年头真的是猫都比人强 都知道做仰卧起座健身 第二个还是梨花猫 梨花猫为了浅浅地秀一下实力 直接来了个浅滚番 说它是只猫 还真没有人感性 第三个举白家里厕所 进了只苍蝇 蝉使官抓了大半天也没抓到 没办法的蝉使官 只能把猫咪抱起来 想猫咪抓了 没想到猫咪三下五除二就排到了苍蝇 第四个斯芬克斯无毛猫 无毛猫挑衅蓝猫直接跳起了舞 就是这舞跳得有点骚啊 第五个橘猫 橘猫想跳到门上发现跳不过去 当它想回去的时候翻车了 还好橘猫伸手敏捷 后腿蹬蹬蹬地爬了上去 橘猫真想说 你个老六怎么没笑死你呢 小橘猫你笑死我了 第六个橘白铲使官给猫咪扔了的小球 猫咪直接滑行拦住小球 我感觉国足很需要 第七个蓝白 天啊第一次看到猫开车 这东瞅瞅西看看的样子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第八个梨花猫 梨花猫看到上面的蜡肠缠坏了 直接一个凌波微步 抓着上面的蜡肠就是啃 第九个白猫 梨花猫把白猫弄生气了 白猫追着梨花猫直接跑到了树上 可能当时太气了都不知道怎么上去的 等要下来的时候猛了 第十个梨花猫 梨花猫不知道中了什么血 练起了九鹰白骨爪 蚕使官以后睡觉怕是都睡不安稳了 个人的蜡肠缠坏了